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明天啊 她要去远足 去郊外 去旅行 远足就是到远方 到离自己所住的城市比较远的地方 去郊游或者去旅行 所以她翻过来覆过去 怎么都睡不着 心情特别的激动 一直在脑海里想象她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模样的 所以啊 她就写下了这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歌 来 我们一起先来读读课题 明天要远足 嗯 再读一次 明天要远足 要远行 去什么地方呀 来 赶快来看一看 这位小女孩的心声吧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哎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哎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 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哎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嗯 这个小女孩睡在床上 一直在想 明天要远足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模样的呀 有蓝天 有白云 有大海 有沙滩 还有漂亮的椰子树呢 嗯 她要去的这个地方呀 是不是像老师说的 大海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五颜六色的 是不是像同学们说的那样子啊 那里的云是洁白柔软的呢 她就一直在脑海中想象 明天要去的这个地方 怎么都睡不着 嗯 特别充满了童趣的一种 一个诗歌的风格呀 那么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生活 想到明天要去郊游 明天要去春游了 你是不是晚上兴奋到睡不着 第二天早早就爬起来了呢 嗯 那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明天要出去玩了 不上学 要出去玩了 特别的激动和兴奋 怎么都睡不着 来 带上这样的心情 和老师一起 再来读一读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 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嗯 怎么还不天亮呢 我真的想马上去到这个地方 去一探究竟了 好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诗歌里面有一些生字啊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 把它读准确 比如说 第一个 是未睡 你看 眼睛 它左边有一个眼目旁 眼睛啊 睁不开了 都 眼皮都要垂下去了 所以要睡觉了 所以左边是一个眼目旁 右边是一个垂 垂下的垂 就代表要睡觉的意思 是未睡 睡觉 睡着 那里 一般指比较远的地方 那里怎么样呢 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离自己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用那 和矮 海 海 海水和水有关的都是三点水 右边是一个每天的每字 读 海 海水 海洋 知 恩 真 真 真假 真的 注意这个真字里面是有三横的 知 恩 真 真的 乐 敖 老 师 连起来 组个词 老师 嗯 老师 每天早上我们到了教室以后看到老师就 老师 您好 嗯 老师 老师 为我们 嗯 讲述了明天要远足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小朋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一直在脑海里想象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来 读一次 老师 嗯 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我们要好好地来学习 吗 一般是放在疑问句的末尾 作为一个疑问词出现 放到问句里面 吗 是个语气助词 是一个口字旁右边加一个马 读 吗 亲身 吗 好吗 对吗 是吗 特讨同 同学 特讨同 同桌 是 恩 神 什么 那 是什么样的呢 是 恩 神 单人旁加一个识 读 神 是 恩 神 此矮财 此矮财 刚财 财到 此矮财 雷昂亮 明亮 亮晶晶 雷昂亮 明亮 好,每个声字我们来读两次 睡 睡 那 海 海 珍 老 师 老师 妈 童 神 财 财 亮 亮 很好 把这些声字我们再送回到课文里面 来 再来和老师一起读一次 做到把字音读准 句子读通顺 再理解一下小姑娘这种激动 非常兴奋的 想着第二天要出去远足的这种心情来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爱 爱的这个字呢 也是一个语气 也是一个语气柱诸词 后面这个长长的横线我们叫它破折号 来说一次 破折号 破折号在这一共出现几次呀 有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在爱声叹气 怎么还 还不天亮呢 我想 马上就到明天 想要赶快去远足 破折号在这儿是代表声音的延长 嗯 没有这个破折号读的时候是爱 有了破折号的时候 读的时候就加强了语气 读 爱 爱 爱声叹气的感觉 怎么还不天亮呢 来 一边读啊 一边体会一下作者的心情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 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 才天亮呢 听起来是这个女孩 是在安身叹气的 事实上啊 她是内心非常的激动 特别盼望着 明天赶快到来 好和她的同学 老师们 一起去看看 这个有海 有白云的 这样一个地方 嗯 你们想不想去呢 看到这样的画面 你是不是 也和小作者一样的 特别激动 想要有一天 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你的老师同学 和你一起 到这样一个 美丽的地方 去游览 去远足呢 嗯 如果你 也和这位小作者 有同样的心情 那么就请你 带上这样的心情 自己再来读一次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 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 才天亮呢 嗯 课文一共是 分为了三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啊 都有一定的规律 你看 前面的一句 和后面的一句 开头 都是同样的格式 这样子读起来 既有节奏啊 也朗朗上口 嗯 更加符合 这个儿童朗读的 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读的时候呀 我们就要带上 自己的感情来读 好 在这篇课文当中啊 还有一些生字 也等着我们同学 一起来把它写好 比如说 第一个字 我们读 我们读财 字埃 财 是由三个笔画写成 第一笔是横 写在填字格上半格 第二笔是竖沟 是与竖中线平行的 竖沟 在横和竖沟的交叉的位置 起笔写一个撇 落在左下格 读财 写财字 横 竖沟 撇 财 刚才 嗯 财子 或者说是 嗯 财华 嗯 好 第二个字呢 日月明 的明 日和月组合起来 就是明亮的明 好 先写好左边的这个日字旁 它是在填字格 左半格的 写的时候注意 窄窄的 嗯 竖 横折 横 横 中间的这个短横 是靠左边的这个竖来写的 写一个窄窄的日字旁 右边是一个名字 注意啊 名字的这个竖撇 撇要落在这个日字的下面 嗯 两个字要拼凑在一起 它才是明 如果两边分的太远了 就变成日和月了 所以写这样的汉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穿插 嗯 这个竖撇 要写在日字的这个下方 写的下方 两个字再拼头的比较紧凑一点 写竖撇 与竖中线平行 再写横折 写的窄窄的 然后中间的两个短横是靠左边的这个竖撇来写的 来看清楚 写名字 竖横折 横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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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 横 看到了吗 竖撇要写到日字的下面 读 明 明亮 明月 日 月 明 很好 那下面这个两个字呢 嗯 是童学两个字 童字呢 它是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啊 看清楚 先写好竖 再写横折 横折 里面是一个短横 下面是个口字 看清楚了 写童字 竖 横折 横 竖 横折 横 读 童 同学 童桌 嗯 好 这个童字 是不是可以和我们前面学到的那个问字来比一比呢 嗯 又学到一个记字的方法 叫比一比 童字 里面是啊 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竖横折 里面是横 和一个口 问字呢 还记得吗 是一个门字框 里面一个口 嗯 两个生字 你就可以来对比一下 嗯 一下子记 复习了 曾经学过的生字 又牢牢的记住了 刚刚学到这个童字 嗯 这是比一比的记字方法 记住了 下面这个学字呢 是上下结构 上面这个部首 我们叫它 学字头 嗯 以它的这个字来命名的 学字头 学字头的 第一笔点 和第二笔点 都是从左往右点 第三笔是个撇 看清楚啊 点 点 撇 然后再写下面的点 这个笔画叫横钩 横钩 这个部首我们叫学字头 学字头 好 学字头下面就是一个子 横撇 弯钩 再写一次 横撇 弯钩 再写横 这个横比较长 这个长横和上面的这个学字头是几乎是同样的宽度的 看清楚 来 一起写 学 点 点 撇 点 横钩 横撇 弯钩 横 独 学 同学 同学告诉我们啊 我们将要远足的这个地方 里面啊 那个地方天空中有非常洁白柔软的云朵 让我内心特别的向往 好 那么 你想一想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实际 想到第二天明天就要去远足或者要去郊游了 内心是不是也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向往 赶快天亮呢 带上这样的心情 把这篇课文背诵下来 把这篇课文当中的身子 把它写端正 写漂亮 那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了 好的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